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有的资讯的沟通 倡议 这都是重要的事情 所以问题都是怎么做 所以我觉得以我来说 我当然希望能够 我们在做这件事情 或是每一次沟通不同的议题 希望你在意它 都是试图找到你为什么需要在意这个议题 这个议题跟你有什么关联 我觉得所有的传播 说到底都还是这个样子 你当你觉得 像我们学三角函数 为什么要学三角函数 我现在忘光三角函数对我生活有影响吗 没有嘛 对不对 就是你感觉不到这个知识跟你的关联的时候 数学老师讲再多遍 你也不会想要听嘛 无关嘛 所以找到知识跟你的连结 我觉得才是核心的关键 就是你其实是在不断 跟这个世界互动过程当中 就是慢慢形塑你自己 以及形塑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以及形塑你如何跟这个世界互动 所以为什么需要在意 台湾 为什么需要在意台湾的特定的议题 那你应该是想办法 让它去知道它跟你的连结 所以我反倒回来是 关心台湾有很多种方式 或是跟台湾能够变得更好的议题面向很多 其实每个人本来也就不可能 关心所有的议题 对 而是能不能关心 最起码有一个你在意的议题 你在这个面向努力 这社会人很多啊 对不对 不需要所有人都在乎所有议题 对不对 但你每个人都有在乎一些议题 一个议题有足够人去努力去推动它 自然而然 这社会的一个改革是一个点滴工程 顶低工程就是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守备范围 也都愿意稍微伸出一双手 稍微让人跟人之间的缝隙有一个接口 用一个包围的概念 慢慢把事情推向一个比较好的样貌 所有社会改革都是如此 对 所以我觉得我这边的想法 我们如果说 例如说我们在谈一个环境议题 我不是 我不会想说 我要让全台湾人都在意环境议题 而是 欸 台湾的海洋问题说要出现什么样 我们最起碼让本来就对于海洋 可能比较在意的人 更熟悉这个议题 让他们更有愿意参与这个议题 即使只有一小撮人 但他们变得更在意了 这样也就OK了 这样可以吗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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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